20年的困局 有许许多多的声音 督促我一定要承担责任 这句承担责任 抛给民进党内部 一记扎扎实实震撼弹 令人错愕的 不仅是挑战自家执政者的首例 更因为短短七个月前 赖清德还是这样说的 对2020 我已经多次公开讲过了 我是支持蔡英文总统的 2018年8月2号 接任行政院长11个月的赖清德 上电视台专访 向全民报告蔡政府其中成绩单 当时的他全心挺蔡参选 我无意于2020的总统大选 持续这个议题 只不过是献我于不意而已 再把时间倒毁2017年7月 独派大佬孤宽敏劝劲之际 赖清德急于撇筋的态度 对比如今的坚定领表 一向挺蔡的他 消失的那段关键 得从这一刻开始说起 2018的九合一大选挫败 赖清德开第一枪 脸书上宣布内阁总辞 蔡英文权力未留 却换得12月 赖清德再度预告起辞 当时蔡英文更以一句 没有提拿来的同意 直接删除了苏贞昌 组阁的可能性 但48天的未留马拉松 最终在1月11号 赖清德率内阁总辞后 正式下档 2 1 OK 谢谢 重回台南陈浅 赖清德再次活跃于 尽头前已是3月 立委补选之战 为郭国文全力辅选 赖清德败要比候选人还勤 更暧昧回应2020 等316之后再说 316补选结果 赖清德加持的郭国文 保住绿色铁板 让他断开票房毒药 一跃而起 两天后 民进党内初选登记 第一天就宣布参选 是猴急还是逼宫 这是316 如果让大家选得这么辛苦 如果2020在选 这个总统的时候 立委也是这么艰难 他一个人分身法术 那他代表又是什么 代表也不是他 所以我想这是来自于 他自己对于这个党的忧虑 咬住民进党 此刻不能输的压力 辖着民调完胜 所有国民党候选人的赖清德 不甘安分做个2024除军 坚持出现 一刀砍断民进党内部的表面和平